Hey everyone, welcome back! Now let's learn lesson 81. It's called escape! What does it say mean? It means wrong! Yes, when you are in emergency or in danger, you have to escape. So escape means run away. 所以今天八十一颗的标叫做 escape, 那么这词词首先也是表示 run away, 好不好的意思? Well, sometimes when you're in danger or in emergency, you have to do that, right? 当你处于危难时刻或处于, 很危险状况在的时候, 你当然要先干嘛, 三十六进,走为上进。 那所以我们今天 lesson 81, 而八十一课讲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怕事情? Why the man had to escape? 为什么这个人要逃跑呢? OK, so, first thing first, 我们来先第一步看动画, 听课文。 OK, after that, let's say new words for today. 今天的课文难度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升单词比较多, 那刚刚在动画里面看到了, Wow, a story about a prisoner of war, 好像讲的是战俘的故事吧, 我们说在战争当中, 两军交战, 两方交战, 那么败的一方就会被沦为战俘, 被逮起来吧, 所以当然不服气了, 你说 I did nothing wrong, 我又没做错什么, 只是战败而已, 所以说, 这课里面讲的是战俘逃跑的故事, 我们看一下这课里面出现的升单词, 有哪些, 看大家是不是都认识。 New words, any presence, 首先第一单词, 大家应该见过的叫做prisoner, 这个单词我们要讲一下, prisoner这个词其实来自于prison, prison, 那么prison都知道就要识一下, 监狱里面, OK, 所以这个单词其实很搞笑, 由监狱这个词, 后面加到的一二就变成什么呀, 敦监狱的人, 或者说囚犯, prisoner, prisoner, 所以它非常简单, 而我们今天本课拓展就要学会prisoner of war, 就是战俘的意思, 就是战争的那个囚犯就称为战俘, 所以叫做俘虏, 听到这个词吧, 就是比如说两, 我刚刚说两军交战当中, 败的一方就被没有死去的人逮过来之后, 就要被变成论为战俘了, 然后叫一番, 有的人可能就直接把战俘全部杀死, terrible, 所以说战争就是非常可怕的, right, OK, so this one, prison, prison, prisoner, prison, prisoner, Alex and Bush, Bush这个词其实也很有意思, 它的原意指的是灌木丛的意思, 但是我加一笔, 我如果把Bush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一下, 它就变成了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美国前总能follow present小布什了, 它也是个姓Bush, 但是这里面我们把这个Bush的意思当做是灌木丛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会说clump of bushes, 所以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复数形来表示, 一片灌木丛, 灌木灌木就是一些非常矮的一些小的植物, 叫做Bush, OK, number three, 下面这个我们继续补充的是a bush of a hare, 那如果我们说谁头发比较浓, 就是楚帅头发, 对吧, 一头雾黑亮丽的秀发, 就非常非常浓, 你跳头发看着很多很多吧, 有的人头发, 所以头发上看到我都气死了, 啊, why he has a bush of a hare, 为什么他有那么浓密的头发, 所以Bush of a hare就表示一头浓密的头发, 所以这个Bush一个词在这里, 也可以用当头发的很浓密, 我们可以说a rabbit jump suddenly out of the bush, 会 scare me, 一只兔子从灌木丛突然跳出来, 不好吓了一跳, 所以是anyway, Bush的意思就是非常简单, 有专门指本意的这个灌木丛, 也可以把它隐身成为很浓密的头发的意思, OK, two words, Bristner, Bush, OK, next page, 好, 下一页, new words and presently, Rapidly, 那么Rapidly这个词我们看一下, 它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相关表达是Rapid这个词, Rapid, 什么意思呢, 迅速的, 那名词这个词其实来自于Rapid这个词, 表示快速, 我们上一节课刚刚讲了一些形速同行词表示快速, 比如说fast或quick, 那么所以这里来了一个Rapidly, 你会发现在新二的60克往后单当中, 我们很少再出现什么quick或者fast这样的词, 我们又给大家演出这个Rapid这个词, 希望大家能记住, 它也表示迅速的, 你比如说, I呢, have made rapid progress in many area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就reform and open up, 听过这个改革开放吗, 邓小平是吧, 改革开放, 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呢, 中国就在各个领域, many areas都取得了蜘蛛的进步, 我们可以把这个迅速进步Rapid first, 你可以把这个词用以你的学习当中, 比如说从去年开始, 或者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的这个学习取得了飞速进步, 你可以说, I made rapid progress since this year, early this year, 都可以这么做, 所以这个迅猛的进步, 那么所以, 由这个词我们衍生出我们今天课文当词是Rapidly, 就是它的副词了, 所以我们这些Rapid后面加成一个AY, 就变成了Rapidly, sorry, 哎呀, 写错了, Rapidly, 变成了迅速D这个词, 比如说Computer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这个词变成了修饰动作的副词了, 那么就这样的词是uniform, 这个词我们不多说了吧, 天天说制服制服, 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穿的那个制服叫做什么, 校服, 所以前面加上一个School就可以了, School uniform, 我们说谁穿制服, 比如说Solders, 军人, Doctors, 医生, Students, 学生, 他们都会穿制服, T-shirt don't wear it, 好像老师没有制服吧, 所以你发现出去的话, 老师没有什么穿一个什么, 老师校服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也没有见老师和学生穿一样校服的, 所以说像老师这种制服就没有这个制服吧, 并且一般老师也不会穿的什么西装革履吧, 英老师穿的比较时尚一些, 塑料的时候穿的就比较土一些, 对吧, 所以这个词, Rapidly and uniform, For example, All the assistants in the shop are dressed in blue uniform, 说这家店舰员都穿的是蓝色制服, Dressed in, Blue uniform, OK, Two words, Rapidly, Rapid, Uniform, Next page, 第三词是我们可能在以后有可能会到的词, Rapidly, 这个词就什么是来福枪, 就是我们说步枪, 我们刚刚在动画里看到那个来福枪, 就是在很早打仗的时候都会用那种来福枪, 有个步枪的意思, Rapidly, 这个词大家了解就好了, 是枪的一种, 比较长杆的一种步枪, Next one shoulder, Wow, 这个词的英文当中是个超大的词汇, 因为shoulder它本来是part of body, 它确实原意指的是身体的部分, 但是我们都会把shoulder这个词进行另外一个延伸的意思, 因为我们说肩膀啊, 其实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部位, 我们都会发现肩膀是可以承重的吧, 我们像背书包, 没有拿嘴, 没有拿嘴拎着吧, 也没有把这个顶头上的吧, 我们应该都会背在这个肩上, 所以说肩上背什么东西, 所以就会有一个背负这么一个词引伸过来, 所以你看肩膀这个词除了表达肩膀, 它还变成动词承断的意思, 或者是我们可以翻成背负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低层意思, He shrugged his shoulders and told me this was as far as he could help, 那么这里面就单程讲的shoulders, 我们说老外特别选shrug, 就是我们是耸耸肩, 耸肩意思表示无可奈何, 或者是无能为力, 比如说做些事情你已经拧板前面拧开, OK,shrug, shoulder就表示好吧就这样了, 所以shrug的意思本身的意思表示耸耸肩肩的意思, 但你发现它的延伸意思, Fortunately we went through the difficulty situation, shoulder to shoulder, 这里面又再次引用了shoulder to shoulder, 不是表示肩膀对肩膀, 而是表示什么意思, 我们肩并肩走过了困境, want through the difficulty situation, 所以我们要今天给大家拓展, 给大家记住的词词托展就是, shoulder the blame, shoulder blame就是什么意思, 承担后果或承担责任的意思, shoulder responsibility承担责任, 也可以说背负责任, 所以我们这里面这两个shoulder都是它的动词延伸意思, 还有最后一个小词组, shoulder to shoulder表示肩并肩, 我们相当于together意思, 放在最后, 放在句位, 表示肩并肩共同完成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所以今天shoulder的词大家还要好好收获一下, shoulder, shoulder shoulder, shrug of shoulder,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很多意思, next one, march, 哇, 这个词如果我把手字母大写之后, 大家就认识了吧, 啊, 这不是三月份吗, 没错, 他呢, 如果手字母大写就是月份三月底, 那么今天如果手字母小写之后变成march, 它是个动词什么意思啊, 走真步, 那, 也到, 到走真步, march, march back, everybody cheer, and when the army marched past us, 说当军队行走经过我们的时候, 大家都欢呼, 来把I see this march的意思, 也可以说on的march表示就是在行进当中, 在进行当中的意思, 所以这个单词我们并不是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很好理解march, ok, 对于是, right bow, shoulder, march, next one, number one, belly, 这个词其实要首先从哪儿讲起来, 什么这个讲起来, 就是belly这个词, belly本来原因等于brave, 就是胆大的意思, 或者说很鲁莽的意思,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 就是表示胆识很好, 另外还有就表示比较鲁莽, 我们说经常说什么呀, 游泳无谋吧, 所以大家不要当游泳无谋的人, 别光就傻大胆, 那叫傻大胆吧, 如果经过大脑就做什么事, 就会遭致非常不好的后果, 所以这个词应该算一个中性词, 既有包有贬的意思, 那么所以这词后面叫了Iy, 变成大胆弟吧, 所以比如说, she boldly speaks her mind, 说他很大胆的说出了他的想法, 所以这里面这个belly表示的是他的副词意思,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拓展他的形词就是bold, 比如说大家一定要大胆一些, 勇敢一些, 就是be bold, 就是勇敢一些, 大胆的, 勇敢一些, be bold, next one, blest, 这个词是非常难的一个高端词汇了, 在托福里面都有出的那词blest, 我们在很早之前学过的这个, 跟他的近词应该就表示什么呀, trinkle trinkle little star, 那个词trinkle就是闪闪的意思, 所以blest is to burn very brightly and strongly, 他比那个时候更加高端就是什么, 闪耀this bliss, 也可以表达就是亮点, 比如说the sun was blazing over my head, make me feel dirty, 说太阳在头顶晒着我都快渴了, 我们说在夏天人就容易口渴, 因为太阳很热之后让你的汗液挥发的非常快, 所以人体水分确实非常快, 因此就会口渴, 所以这里面的blest表示太阳在上面照射着这个词, 那太阳当然是blest了吧, 所以这个词闪耀, 还有第二词的blazing light made it hard for me to open the eyes, 说这个强光怎么样, 所以今天我们这科目人说的blest表示灯亮的时候, 也可以用blest这个词表达, 但是像blest这个词, 因为它真的是表达那种非常强的光, 所以说太阳的照射, 我们可以用blest这个词, 也可以用shine这个词,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词吧, shine, 其实在很多表达中, shine这个词经常跟太阳搭配在一起, 那么今天又学了这个词blest, 所以不妨把这两词一起来字, blest, 相关的一个拓展, 比如说sparkle这个词也是跟着那个发光的意思, 还有刚刚说trinkle, 去年那个爸爸去哪儿不特别火吗, 2013年吧, 爸爸, 爸爸, 我们去哪里呀, 然后你先是零零的儿子什么trinkle, trinkle, 你会唱小星星啊, 那里面那个小星星的歌里面就是trinkle, 那么星星的一闪一闪亮, 那个星星没有哇哇那么闪吧, 那闪光灯, 所以星星的一闪一闪那个光并不是很强亮, 不然你会吓个, 星星就闪了对吧, 所以是trinkle, trinkle, 没有说blazing, blazing, 没有那么可怕, ok, 所以几个词, shine, sparkle, twinkle, and blaze, ok, 两个单词, belkley, and blaze, next page, 好, 第三词请, 非常像法语单词就是打招呼, 那么法语你好就是bonjour, 或者是salute, 那么这里面就是什么时候salute, 这个词来自于法语单词啊, 它在这里表达的是行李的意思吧, 跟法语当中那个salute的意思不太一样, salute是在法语当中表达你好的意思, 那么这里表示敬礼salute, 对吧, 比如说一般都是表达那个军人见到了军官之后, 要行李salute, salute这个词就是, the soldier saluted to the general as he was inspecting, the army, 说当他正在简约部队的时候, 向他行李吧, 像他们中国节目都是说, 同志们好, 然后收拾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对吧, 这个salute这个词就是什么行李意思, 注意他的发音, s-lute, s-lute, and next one elderly, 这个词大家可能见得比较少, 表示上了年纪的 elderly, 比如说the elderly in this city live on pension, 说这个城市老年都是靠养老金来生活, 那么这里我们经常讲过, 在当时我们前边的心盖里面讲过, 就是贯词用法, the加上形容词之后, 他表达的是一类人, 我们经常会说the old, the rich, the poor, the rich, the old, the poor, 什么意思呢, 不代表说那个人, 而是富人们, 老人们, 穷人们, 那么这里的 elderly也是表示老年人们的词,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词来进行拓展一下, 因为关于老这个词在英文当中, 还是非常多的说法, 我们看下面这个词译的变形, 有older, elder, elderly, senior citizen, 这些都跟老有关系, 但我们先从第一个词old这次讲起, 其实old这个词是我们最早最早先学来表示老的意思, 那么所以它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表示年纪的老, 还有意思是表示物品比较旧了, 都可以叫老, 比如说old book, 你不能翻译成老书吧, old house, 不能说不能翻译成老房吧, 所以我们说旧的意思, old这个词有两种词, 第一种词词可以用来表达, how old are you, 不能翻译成你多久了呀, 而是表示你多大了, how old are you, 这是我们在问年龄的事, 就翻译成你多大了, 所以它第一次表达你年龄的意思, 我们最后一年龄的意思就是我们最后一年龄的意思, 我们最后一年龄的意思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最后一日的意思, 感谢观看